題目說天外飛來個隱石 然後掉在花園裡面 那國王把隱石跟王冠放在乙龜林好圈起來 乙龜林天平兩邊 然後呢如圖 圖一 接下來那個國王把隱石跟王冠放到這個水裡面去 結果滿出來的框園像這樣子 好然後假設王冠跟隱石都不容易水 請問你下面迅速何者錯誤 好第一件事情來看這邊 這個圖裡面看到什麼事情你知道嗎 這個箭頭你看這邊這個箭頭畫一下畫一下 你告訴我它箭頭不是往右邊嗎 那請問你誰比較重 往右嘛對不對 是不是代表王冠比較重對不對 所以它是王冠的重量比那個質量 比隱石大 對啊這是OK的 再來看這邊 第二個圖這邊你看這裡 這個流出啊這個水啊 是誰的體積 是不是就是隱石的體積 對不對 所以很簡單請問你誰練出來水比較多 隱石吧 所以代表隱石的體積比較大對不對 所以答案 太比較大 這樣子 會啦齁 好然後重點是下面第三個 隱石的這個密度 好 公式裡面呢 D等什麼 它不是問密度嗎 一樣去D等B分之人吧 對不對 好我們看一下齁 隱石呢是體積大 但是我的質量呢是小的 對不對 這是隱石的部分 隱石 體積小密度大 欸 體積大密度小 然後呢那個 王冠的呢我們用另外一個寫 王冠的 王冠的話呢 是體積小 有沒有體積小 但是我的質量呢比較大 那你告訴我 這兩個相處之後誰比較大 隱石你看喔 隱石的分部是比較大對不對 那分部比較大的話 代表數次不是比較小嗎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密度的話應該比較小才對 所以單選C C是錯的 聽懂嗎 然後呢 他說圖會在排水法 對不對 在排水法嘛 去量體積的 這樣會了嗎 所以這個題目很重要喔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他同時考了 你怎麼去測量那個天明 你用天明去測量 你告訴你如何去用那個排水法 還要用公式去算 聽懂講什麼嗎 聽懂嗎 聽懂嗎 OK